- 近日,梅艳日联合举行的2018年度巴拉马尔海上演习落下帷幕,该演习旨在增强美日印三国海军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应对中国海军的能力,增强三国海军的互操作性。 - 从而实现联合作战的能力,2017年巴拉马尔演习中,美艳航母参演日本也出动了出云号直升机航母,此次演习分为岸上演习和海上演习。 - 按上演习于6月7日,10日在关道展开,主要科目包括海上巡逻、侦察、孙管、医疗及反潜。 - 海上演习于6月11日16日,在菲律宾还展开,包括水面站、反潜站、防空演习及直升机跨甲半部级等。 - 美艳日军官在日本日向号直升机航母上开大会此次演习。 - 印度派出了两艘护卫舰、一艘补给舰及一架P-8I巡逻机。 - 美国派出一艘航母、两艘巡洋舰、两艘护卫舰及一艘潜艇。 - 日本派出一艘直升机航母、两艘潜艇和一艘驱逐舰。 - 而就在三国舰队正热火朝天的进行海上编队训练时,中国的天书星号电子侦察船,弦号855不远万里,赶赴关岛海域强势为官。 - 凑了一波热闹,天书星号,我就在外面曾一蹭不进去,就美国海军社交网站发布信息称,美日应的军舰在关岛海域正编队航行时。 - 中国海军的天书星号电子侦察船混迹于编队外弹航,双方的距离十分近,仅有二到三千米的样子,这让美日应的演习编队如梗在喉。 - 天书星号真是不辞辛劳呢,这么远的距离目前的现代化战争,制电磁拳已经和制海拳及制空拳同等重要。 - 但是,若平时拿不到对手装备的电磁参数,那么制电磁群就是一句空话。 - 而天书星号电子侦察船则专门铁连干这种活,特别是有大型演习时,我们的电子侦察船总是要去凑一下热闹。 - 天书星号能接收并记录对方军舰的无线电通信、雷达和武器控制系统等电磁设备,所发射的电磁波信号,查明这些电磁设备的技术参数和专数性能。 - 获取对方的无线电通信和雷达波等数据资料,这些资料使之电磁权的基础。 - 可用于破译密电,研究通讯平等规律,探索干扰方法等。 - 855 电侦传每个电子设备,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电子签名,因此电子侦察船平时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些签名是什么,并确定这些签名的电子设备,装在什么军舰上。 - 这些签名一旦和军舰对应上,那么在战时,不仅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干扰,还可以根据这些电磁设备一散的电磁波,确定军舰的位置及型号,从而判断出对手的意图。 - 电侦传,听说你们在针对我家海军进行演练,有本事把火空雷打开机对着我啊。 - 所以,各国都在想方设法,避免对手,获取自己装备的电磁信号特征,以美军航母编队为例,其在进入战区时,会采取严格电磁辐射管制。 - 在最高等级的电磁辐射管制中,编队内的舰船不允许主动让电磁设备发射电磁波或圣纳声波,严谨编队内的有缘电磁设备释放式应用。 - 极端情况下,编队间航行,要使用旗语或灯语交流,现在即在电磁辐射管制下,进行起降作业。 - 而在和平时期,航母编队若是遇到了对手的电磁侦察船,也需要对编队的电磁辐射进行管制,关机没必要的电磁设备,进运行必要的电磁设备,保证航行安全。 - 美群阳间,你瞅啥电磁船,瞅你炸滴,五月底还来瞅你。 - 巴拉玛尔2018联合军演已经结束了,不过6月27日,8月2日,还有美国牵头的环太平洋军演。 - 那时,26个国家的47艘军舰,和5艘潜艇将参演。 - 虽然中国未受邀请,不过腿长在自己身上,想去哪里围观完全看心情了。 谢谢观看